这是一个能把拉姆契活的故事 1806年10月 美国小镇纽伯里波特的人们 正在参加一场葬礼 说是葬礼 但在整场的仪式上参加葬礼的人们 都没有什么哀伤 反而各个紧张细细的 大家都在等待着某件事情的发生 因为谁也不知道 棺材里的人会不会突然跳出来嘲讽大家 可惜的是 直到葬礼结束 这场万众期待的诈尸也没有发生 小镇里的居民们这才确信 那个男人这次大概是真的死了 大家之所以不信 是因为多年来的经验 已经让大家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这个男人身上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死去的这一位就是 美国历史上的好运领袖 人类幸运程度的观察样本 躺平人生的经典教材 永在时色的超越爽闻的未面之子 莫迪西德克斯特寻爵大人 1747年 莫迪西德克斯特出生于 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马尔登 对于他的背景记载一片混沌 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 这里还属于英国殖民地 而德克斯特家族 只是一个寻常的罗马贵族家庭 物与类聚人与充分 在当时的人看来 德克斯特的诞生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 由于家庭条件不甚优越 八岁时 小德克斯特就不得不放弃攻读小学学位 转而去农场当起了童工 在农场里 德克斯特被分配的活不重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工资 只能拿一点农产品底薪水 所以 德克斯特的整个少年时代 都是在可持细性的生活分文中度过 作与代弊的生活持续到16岁 德克斯特开始了自己的思考 他觉得农场工人这个活吧 虽然生活水平也还行 但是毕竟没啥前途 果断决定转行 既然要转行 在考察了马尔登当地所有的行业后 德克斯特最终决定 我要成为一名皮匠学徒 对于这个决定 家乡的人一致认为 这海岸脑子不太好吃 因为马尔登在制作皮革方面没有任何优势 本地的皮革行业非常惨淡 加入这个行业 那真是东北人吃面 毫无胜算 实际上 在德克斯特的一生中 认识他的人几乎都认为 这人脑子有点大病 直到被德克斯特身上的buff反复教育 那么 德克斯特的buff是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 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就算人类再怎么努力 也不得不承认一点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莫迪西德克斯特 这个人家庭上世代贵族 文化上分数坑入 经济上坐以待毙 智力上略选不足 可是以上的这些 他其实都不需要 因为这个男人 把运气这一向buff点冒泡了 在下定决心后 德克斯特进入一家皮匠作坊 成为一名学徒 然后没过几天 马尔登就来了一个外地人 一名来自尼凡特的制皮大师来到这里 举定在马尔登定居 这名大师带来了中东一种 叫做莫勒科的制皮技术 这种皮制品更柔软耐用 迅速开始在北美流行 小小的马尔登没过多久 就成为了远近文明的皮制品中心 在这种环境下 德克斯特的皮匠产品销量大涨 连带着作为学徒的他 收入层层上涨 除了养活自己外 还能偶尔给家里一点钱 不过 对于这种生活 德克斯特并不满意 世代牛马的他 早就误出了一个真理 想发财得创业 他不想再给人打工 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皮匠铺 然而 当德克斯特把自己的想法 跟父亲讲了后 却得到了父亲的反对 他的父亲认为 德克斯特的想法 有点拔瞄住壤的水势 你的手艺在本地的同行里 并没有多么出色 如果巅峰留不住 不如进场保持住 谁能保证你自己开店 就一定能发财呢 而且 想开店你得有启动资金吧 你有那个钱吗 放弃吧儿子 我吃过的饭 比你走过的桥多多 你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输在起跑线 总比输在终点线强吧 省了一顿跑啊 对于父亲的这些问题 德克斯特犹豫了 我的手艺确实在本地 德克斯特询问父亲 家里能不能赞住点 听了这个问题 老爹捧不住了 咱们家这个 荡气回常的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要真想去外地创业 我顶不过赞住你一根棍子 白天挑行李 晚上能打狗 固我已经找好了 你安心上路吧 就这样 1769年 穷家富贵的德克斯特出发了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那么 他的创业目的地有多远呢 达 正好50公里 也就是向东北方 走了十来个小时就停下了 之所以停下 其一是因为 虽然手里有棍 但指望着一路要饭 能走多远也不现实 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这个叫做 纽波利波特的海岗小镇里 有一个德克斯特的熟人 他在当学徒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叫做 弗洛辛汉姆的朋友 这哥们的老家就在这地方 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 德克斯特决定去朋友家串个门 然后 当德克斯特一路找到 弗洛辛汉姆家时 他发现这是一座 非常漂亮的房子 德克斯特惊讶于 自己竟然没发现 那小子居然是个有钱人 德克斯特走上前敲门 开门的却是一个女人 双方自我介绍一下 原来这个女人 是弗洛辛汉姆的老婆 看到嫂子如此漂亮 德克斯特连连感慨 自己这个朋友没有白交 然后他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弗洛辛汉姆居然死了 在德克斯特到来之前 弗洛辛汉姆就因病去世了 眼前的这个叫 伊丽莎白的女人 是朋友的遗孀 气氛陷入了尴尬 但出于礼貌 伊丽莎白还是请德克斯特 进屋来坐坐 人儿就这么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 德克斯特向嫂子介绍了 自己白贵起家的创业构想 听着他的计划 伊丽莎白激动了 你想开皮革店 为啥不留在我这里呢 弗洛辛汉姆生前就是做皮革的 我们家有全套的县城作坊和工具 街面上还有铺面闲置的 你要是想开店 我们家可以给你提供一切条件呀 至于租金什么的 完全可以等你开业以后再收 你先留下 把店面办起来再说嘛 就这样 仅仅离家一天后 德克斯特就获得了开店的所有条件 而且 他最终一分钱的租金都没付 为什么呢 因为不久之后的某一天 伊丽莎白就找到他表示 我老公死之前吧 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除了房产还有现金 除了现金还有老婆 你看现在我呢 寡妇待业 我看你呢 也出具人形 要不然 咱们俩就发展一些超越友谊的关系吧 听了嫂子的艰难处境 德克斯特难过得合不动罪 朋友气不客气 德克斯特当场表示 在此等情况下 承担这个责任舍我其谁 我倒不是说贪图你的美色 主要是不忍心看你受欺负 一堕牙咬咬 这个盘我勉强接了 1769年末 22岁的德克斯特 养取了32岁的伊丽莎白 看起来这是他奋斗的开始 但实际上 这完全可以是奋斗的结束 我们无法知道伊丽莎白 究竟有多少财产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财产 可以让德克斯特 直接完成阶级跨越 伊丽莎白之所以选择德克斯特 是因为在前夫去世后 本地很多臭男人 都惦记着挖取护分 踹把护门 自己急需再婚来保证安全 而且这个人必须在本地没有根基 人品也要好 德克斯特在这个时候来 属于想睡觉就来枕头 然而 稀里糊涂实现人生 理想的德克斯特就发现 自己的皮脚事业进展的 没有那么顺利 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自从自己结婚后 本地的男人 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太友好 毕竟自己捡的这么大个便宜 谁都眼热 第二是 此时的北美也不太稳定 青年战争中 元气大伤的英国 准备在殖民地 搞可持续性的节奏日语 遭到了北美人民的反对 双方的交流氛围非常热烈 现在也确实不太适合做生意 因此 1772年 感觉没有前途的德克斯特 默默地关掉了自己的皮脚店 把不动产全部换成了现金 然后就在德克斯特关店的第二年 距离他60公里的波士顿 发生了一场小骚动 名叫波士顿清查事件 资产全部变成硬通货的德克斯特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自己的这个邻居就不是一般人 德克斯特这个不一般的邻居 名叫约翰·汉考克 其实这个人也没啥大本事 区区美国开国元勋而已 作为独立宣言上第一个签名的人 后来约翰·汉考克 由于他极其洒脱的签名 让他的名字在美国 成为了签名人的代名词 对于这位有钱有名有地位的邻居 焚书克鲁的爆发库德克斯特非常尊敬 经常带着礼物去拜访他 约翰·汉考克每次也都客气地接待 然后用华丽的词造对他质疑 对于这些上流人士的语言 德克斯特虽然不太明白 但原来如此 然后当浩学的德克斯特 把这些话学给别人听后 他才明白 原来约翰·汉考克是在文雅地表示 我们这种为国奔波的大亨 是不会跟你这种土逼产生友谊的 别再来打扰我了 为了表示自己也有社会价值 德克斯特愤然向博士顿管理机构申请 我也要为国效力 请给我一份高尚正派的阐释 对于这种热心市民 管理人也很看重 于是询问你擅长什么 德克斯特说我擅长做皮革 管理员说要么您请回吧 但是德克斯特依然不依不饶 经过一段热力的意见交流后 最终波士顿当局确信了 你不是一条南钓的鱼 你是一头巨强的驴 无可奈何的他们 专门为德克斯特创造了一个 听起了非常重要的职位 鹿之告密者 主要职责是追踪城市周围森林的鹿群 并在地图上加以标记 有着植物的德克斯特工作热情爆棚 汉人冲进树林 好长时间后才回来 没有任何工作成果 这时候他才发现 这份毕露温的工作 不仅没有工作价值 甚至没有工作空间 波士顿上一次有人看见野鹿 还是在19年前 二度破旁的德克斯特并没有气馁 虽然当局把他耍着玩 但他依然想要为国效力证明自己 最终他想到了一个小妙招 既然自己的邻居如此有名 那我每天观察他就行 人家干啥我干啥肯定没有错 皇帝人不负有钱人 在做了很久的尾形吃汗后 终于有一天 他听到了约翰·汉考克 跟一个朋友聊天时说 作为大陆议会的议员 我有责任为了正义的事业 认购这些大陆货币 哪怕提升一丁点民众信心也好 所谓大陆货币 指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 美国大陆议会发行的纸币 面值从六分之一到八十美元不等 不过这种纸币其实含金量很低 因为流通性非常差 一方面是大陆会议在应调时毫无节制 几年里狂发货币 导致这种货币贬值得非常厉害 另一方面是 当时的很多老百姓 对大陆会议根本没信心 十八世纪末的带英 那可不是好惹的 谁知道这群带英反资能活到哪天 所以 当时的老百姓 只是象征性的买一点 用来表示对独立运动的支持 没认真傻到拿着玩意当钱滑 除了自己人不认外 带英也跟着使坏 在大陆会议发币后 英国政府跟抗战中的鬼子一样 验得大量假币投入市场 明摆一档暗卷难防 至少也可以说是行动废止 已经跟国民党金元券差不多了 约翰·汉考克之所以说 自己要买大陆货币 只是因为 他作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 做一点姿态而已 但分手坑入的德克斯特 理解不到这一层 他一听 约翰都打算这么做 那老约翰家的事能差得了吗 果断决定跟进 他汉人拿出手里所有的资产 收购大陆货币 为了筹钱 他甚至把自己的豪宅都卖了 回到纽博里托特的老房子住 跟龙金一样 德克斯特也是一个健谈的人 他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性格很豪爽 平生最大的爱好 就是在酒馆里喝酒吹牛 人生难得几回岁 要喝一定吹到位 回到海边小镇的德克斯特 在酒馆里 跟乡亲们讲述自己回家的原因 老子已经把自己的 全部资产卖掉 全都换成大陆货币了 乡亲们沉默了 听君一席话 恰似四个二代往上 大伙全你妈惊呆了 这么极贫的傻子 得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呀 你不知道大陆会议 那帮人啥状态吗 说不定哪天 就让带英给离婷扫学了 好家伙的 还有人倾家荡产收费纸啊 行 既然你要收 我们手里也有点 便宜点赚给你了 兄弟 将来赔了别太想不开啊 跌倒了 咱下辈子再站起来哈 就这样 在全镇人的同情与期待中 大陆会议赢了 美国独立了 在几年后 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传来 由于马萨诸塞州 为独立牺牲良多 军歌约翰·汉考克州长 与议会充分协商后决定 为了建立政府信誉 本周以原币值兑换 之前发行的大陆货币 那些德克斯特 以废纸价收来的大陆货币 将会1比1兑换成新版货币 我们无法知道 德克斯特究竟这一波赚了多少钱 但可以确定的是 本来只是个小资本家的他 经过这一波报复后 出钱购买了两条远洋货轮 成为了航运公司的老板 经过这次离谱的经历以后 乡亲们都在传说 德克斯特这小子 虽然脑子不够用 但运气是确实不错呀 将来他们就会明白 如果命运之神对拉姆的态度 是每天一套军体权 三次豪油根化 那么对于德克斯特 命运之神就是每天给他做好早饭 穿上袜子 扶下楼梯 放到桌前 还要给他喂到嘴里 虽然经历了两次走运 但纽波里波特的乡亲们 没过多久就达成了共识 德克斯特肯定会破产的 因为他智商确实不够 某一天 德斯特在酒馆里 跟人喝酒吹牛 一个叫乔纳森的朋友 在酒馆里对他开玩笑说 听说老哥你在搞船运贸易 我有他发财的好路子告诉你 咱们美国的暖床器 质量港榜的 拉到西印度群岛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所谓有的建议良药苦口 有的建议是大狼快走 乔纳森那说的暖床器 其实原理 跟我们北方的暖气差不多 就是一个跟煎锅一样的金属容器 里面可以装上热水或者烧炭 用来给备热加热 对于海岛的美国东北 这种产品很受欢迎 可是 这个主意的一点小瑕疵是 西印度群岛指的是 古巴亚美加一带的热带岛屿 暖床器在那里的销路可能不太好 所以 大家都拿乔森那的话当场笑话 哄唐大笑后也没人当回事 讲完笑话的乔森那 转身就忘了 结果几天以后他就听说 德克斯特把自己的货轮上 装满了暖床器 出发去西印度群岛了 乔纳森萌了 他没想到 天下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 这种满卖的结果不用想 那是陈日的影集 除了输还是输啊 这下罪过格大了 他想把德克斯特追回来 可惜此时人力已经出发了 几个月后 乔纳森听说了德克斯特远洋归来 在犹豫了很久后 决定亲自登门之前 乔纳森在沉重的心情 来到了德克斯特门前 刚敲开门 德克斯特就给了他一个热情的熊抱 太感谢你了我的朋友 多亏了你给我出的这个主意 我带了一大批暖装器 去了西印度军岛 那里的糖厂 一看到这种设备 就发现 这个东西正好可以用来给糖浆撇浮沫 我带的货全都被抢光了 准备了一度的道歉词汇会的乔纳森 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他机械地回复道 别客气这是我活该的 过于魔幻的现实 让他无法思考 面对着兴奋的德克斯特 他喃喃喃自言自语说 早知道该让你去那边卖棉手套了 一段时间后 乔纳森听说了 德克斯特戴着一整船的棉手套 填完了西印度军岛 此时他的内心已经毫无过来 这小子要智商有运气 要口才有运气的 天知道他这次能不能卖出去 但又一次见到德克斯特的时候 德克斯特正在跟众人 吹嘘自己的成功经历 我把棉手套刚一运到西印度军岛 又碰上了几艘卖光货的葡萄牙轮船 正好他们的下一站是西伯利亚 我的货一刻都没等 直接卖给他们了 我现在真是秦始皇躺平 赢不动了 德克斯特赢完了 但纽波里波特的居民们 却经历了一场集体的信仰危机 人们无法理解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一天他们想通了一个道理 就是有些道理注定想不通 由于这些经历过于离奇 几个不信邪的商人凑一起商量了一下 决定也测试一下 他们各自拿出了点钱买下一船煤 然后跑去和德克斯特打赌 你不是有船吗 把这批煤拉到纽卡斯尔卖掉 得到的钱全部归你 看看你能卖多少钱 那么把煤卖到纽卡斯尔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对此通了韩国日报社评价道 三亚立下宫热 重庆大暑成凉 飘雪内蒙卖温乡 大寒新疆冲浪 清欢寻味川畜 麻辣密石猪浆 无锡宴会不吃糖 海鲜进口西藏 筛神庙外谈往事 飞云浦山调息 巡洋楼内把尸体 快活临中卧写宝过荒谜 白马阵前插标手 四水关下干击 奉仙子师迎登机 歌须旗袍日月马过谈起 在当年的美国 纽卡斯尔是最重要的产媒区 几个商人就不信那个鞋 你要是能在那里 把煤炭卖出价钱 我们就算服了你 对于这次挑战 德克斯特新人接受 很快拉着没出发了 在他出发的几天后 本地人就在报纸上 看到了一则新闻 英国纽卡斯尔矿工 决定发起长期罢工 在众人的愣嫩口袋中 大赚一笔的德克斯特回来了 不好意思 家田出最近 岁岩有余粮 他感谢家乡父老 给了自己这次发财的机会 为远报答 他决定把注意力 集中在家乡建设上 然后他就听说了 一件当地人的闹心事 这边的猫舌太多了 在当时的纽国里波特 野猫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小猫们翻枪上网 让居民们苦不堪言 镇政府想拿出一笔钱 把这些猫全部杀掉 但有人觉得太残忍 有人则觉得不值得 在听了大家的烦恼后 得个死的痛快的表示 处理这事很简单 只需要给我一小笔运费 我愿意在跑船的时候 带人这些猫 在海运的路上 有些原始小岛 到时候我把这些猫放生 对镇子和小猫都好 我这个主意 是秦皇赵俊的 双赢呀 镇上的人觉得 德克斯特说的有道理 就这么办吧 不久以后 德克斯特航运归来 遗憾地跟大家表示 我没有做到承诺 那些小猫我没有放生 大家赶忙问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德克斯特回答说 本来是想放生的 结果到了加勒比 就听当地人说 那里老鼠生灾 当地的仓格老板 一听说我有猫 就赶快把他们 全都高价收购了 其实到了此时 本地人对德克斯特的 好运已经麻木了 关于他的 无论什么样的好运故事 都不会引起大家的好奇 但是德克斯特 依然总能给大家 整一些新活 比如德克斯特 在自家院子里 种了一大堆樱桃树 原因是 他小时候在农场里 负责摘樱桃 一着被蛇咬 处处闻蹄鸟 长大后的他 依然对樱桃 有深深的眷恋 种完树后 他觉得 万一有人过来偷个咋办 于是 他供应着一个老头 帮他守夜 看着那片樱桃脸 这就好比 为个手指俩馒头 买了个保养柜一样 老头的工资 比樱桃值钱多了 可是即使这样 德克斯特 居然还是担心 老头不称职 经常晚上装作小偷 去测试老头的敏感度 终于有一天 他求垂得垂 老头在晚上发现他后 抬手就是一枪 直接打中了他的屁股 被打中屁股的 德克斯特非常满意 老头果然称职 当即决定 将新运来的上好咖啡 赏给老头50宝 养好伤后 德克斯特决定 减少工作时间 把更多的时间 用在酒馆里 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个 平平霹霹般的消息 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国王路易十六 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在听说法王不再头疼后 德克斯特痛苦流涕 作为美国大佬粗的他 对法国王室 有着异乎寻常的尊重 搞得这民门 全都莫名其妙 你又不是法国人 犯得着这么哄堂大笑吗 虽然同乡们不理解 但是德克斯特还是表示 大型皇帝路易十六 所以蒙难 皆因先帝 举全法之力 支持我国独立事业 以至于国库洪区 终为逆党所害 我等 向先王一会 与此天下路臣之时 责无庞胆 必须干闹土地 以报陛下好吻 如今神经沦陷 地后惨崩 天皇贵咒散落余眼 我等忠臣皆需人尽其力 我愿意腾出入管 请法国王室定居 我这就找人写邀请函去 面对谈笑自若的德克斯特 这民们也比较无语 果然 德克斯特几天后 就发出了邀请函 然后他又声称 法国王室成员众多 本人恐怕食品缺乏 不足以供奉胜价 于是开始大规模收购粮食 最后的结果是 法国王室没打理他 但是粮食价格节节拍升 德克斯特在东旺胜价 均不来的遗憾中 含泪血润了一笔 某一次 在酒玩里有人告诉德克斯特 什么生意都不如垄断生意 只有垄断才能赚来暴力 于是 德克斯特幸福中的 去博士顿考察了一圈 宣布了自己的垄断生意 我准备垄断鲸骨头 只有这玩意儿 没人跟我竞争 为了实现垄断 他花费大笔资金 囤积了300多吨鲸骨 没人跟他竞争的原因是 当年的鲸骨头 唯一作用 就是用来做点装饰品 护身符杀的 想要消耗300吨 差不多需要到22世纪 不过 此时小镇里的人们 早就已经麻木了 大家都在坐等buff显龄 一段时间以后 法国的锦身胸衣 流传到美国 在名人淑女中引发大流行 而锦身衣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软硬坚实的金骨 在这种特性被发现后 金骨还广泛应用于 服装 马车辫子 玩具 乃至打字机种 它被称为19世纪的塑料 需求量节节攀升 德克斯特又躺转了一大笔 不过 此时的德克斯特 德克斯特对金钱已经无所谓了 在金钱让他一生好运连连 待在家庭上 他又是不幸的 由于文化很低 作风粗鲁 德克斯特对子女的教育很失败 晚年跟妻子的关系也不太好 而更重要的是 虽然他在事业上已经一贫如洗 但整个社会都将这些功劳 归因于他的好运 没有人真正尊敬这个半文盲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里 人人都说他是个幸运的傻子 对于这种名声 德克斯特深感挫败 某一天 当他在酒馆里听说 欧洲有一种叫贵族的东西的时候 他觉得豁然开朗 想受人尊敬 我也当贵族不就行了 从听说贵族后 德克斯特就在酒馆里 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事情 可是 梦想成为贵族很正常 但德克斯特认为 当贵族这事儿是一信称义的 我觉得我是贵族 那么我就已经是了 他在酒馆里 把自己的头衔 从熏诀吹到了伯诀 大家已经开始吓住 堵得什么时候成王了 有人捧手脚 却虽然有人看不惯 比如纽布里波特的 社交名流特埃西 在某一天听完德克斯特 荡气会长的群牛后 忍不住了 他对德克斯特说 你别再说自己是贵族了 我听着都替你丢人 人家正经贵族 几百年下来 是有学统传承的 你拿什么笔 人家贵族有家徽 一眼就能看得出血统 你的家徽是啥 人家贵族都有文学修养 您老便说文学 您跟文字沾边吗 就算自己没有文化 图书馆收藏室得有一座吧 就算这些都没有 贵族标配的城堡 得有一座吧 您老就在酒馆里 这么红口黄牙的 吹自己是贵族 尴尬不 在听完这一座数楼后 德克斯特沉默了 经过认真的思考 他觉得 你说的这些 我都可以用 虽然我没有学统 但是我家族私必 首先是家徽 德克斯特很快找来了一个画家 拿出一笔钱 要求设计一个文章 但是 他根本等不及画家认真设计 画家刚画了个盾牌 他就一杆握了 然后就拿着这个 白板架灰到处展示 还修到帽子上 以便让人随时眨眼 至于城堡就更不是问题了 他买下了一大片庄园 开始盖城堡 虽然只有三层 但城堡的建筑造型和细节 完全照搬了 喷他的社交名流特列西 你不是说我土吗 我完全跟你一样 你没得说吧 对于艺术收藏 德克斯特实在不懂 但他认为 艺术这个东西 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于是找来了一个雕塑家 要求他把院子里 40个巨大的罗马柱 全部变成雕像 并且给出了名单 上面包括 华盛顿杰斐逊 拿破仑路易十六 当然 我本人也得在其中 头衔就叫做 东方第一 西方第一 社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吧 对于如此无耻的要求 雕塑师也受不了了 表示你这钱 给多少活也干不了 德克斯特说 那要是2000美元呢 雕塑师说 你这钱给多少活 我也干得了 一段时间后 所有雕像落成 德克斯特跟华盛顿 拿破仑一起 射到了众人的瞻仰 哪有什么岁月静号 剩下的就是文化领域的问题了 图书馆这事好办 德克斯特花钱买了大堆书籍 通通塞进了城堡顶楼里 还时不时抽一本带下去看 可惜的是 德克斯特焚书更入的文化水平 让他从来无法坚持看书十分钟 这些书 最终都会被随手扔到一边 时间久了以后 图书馆空了 楼下却变成了书的海洋 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略有不足后 德克斯特决定 既然看不懂书 那我就写书吧 于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汇豪泼沫后 1797年 在德克斯特的五十大树上 他的著作出版了 这本书名叫 A Pickle for the Knowing Ones 如果信拿雅的拔高翻译的话 大概可以翻译叫做 智者的困境 这本书是美国图书史上的 李承梅级作品 他堪称英语与法错误 以及批写错误的极大成者 同时 他极有魄力的采用了 零标准符号的书写格式 这种划时代级别的书写方式 直接把这本书提升到了 不属于他的高度 在德克斯特把它免费 发放给这名以后 大家在感叹 村头厕所有纸了的同时 都在惊讶于 说了一辈子的英语 居然头一次发现 看书需要猜单词的 由于阅读过于困难 以至于对这本书的解读 后来成为了一门显学 这几个字母 究竟应该怎么组合呢 这句话在背后 是什么意思呢 解读这本七书 成为了当年咸逼们的集体娱乐 当德克斯特当年 推出这本书时 文化界都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 结果这本书 最后居然足足加印了八版 在听说众人 对自己不加标点的愤怒后 在第二版的印刷中 德克斯特在最后一页 印了整整十一行标点 你们不是觉得 没有标点不习惯吗 这回自行取用吧 到了这一步 德克斯特认为自己 已经有了一个贵族的所有要素 他雇用了不少 引游诗人 对自己进行吹捧 吹到最后 家乡的人们一致认为 不承认他是卫族 都说不过去了 但称之为公爵也太过分了 因此就叫他德克斯特训爵吧 时间来到1806年 整了一辈子活的德克斯特 已经59岁了 他的贵族梦也得以实现 起码在老家这里 大家都要叫他一声 训爵大人 由于多年的海上漂泊 年近60的他健康状况很差 他依然热衷于自己终身的事业 酒馆吹牛 有时由于身体不佳 还找人带吹 其实此时德克斯特训爵 已经成为了本地的一个传奇 他的故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以至于他吹牛的故事 都已经显得平平无奇了 1906年7月12日傍晚 德克斯特训爵的女儿 面色沉重地走进了社区 开始向各家 分发黑色的小卡片 今日下午三点 莫迪西德克斯特训爵 盟主召唤 诚要各位参加守夜仪式 所谓守夜仪式 是一种爱尔兰习俗 大体跟中国的守灵差不多 不过在当年的美国 守夜仪式更像是一种社交聚会 适者家属会对守夜的客人 给予款待 大家一起在社交中寄托挨死 无论这么多年来 大家如何看它 德克斯特始终是这个小镇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收到消息后 差不多有3000人 参加了守夜仪式 对于这个传奇的市区 大家都很伤感 然后 当仪式进行到两小时左右 一根蜡烛从幕布后面飞了出来 砸在了熏爵一双伊丽莎白身上 大家还没明白咋个事呢 一个黑影就从幕后冲了出来 一把蹭到老太太的身前 我都死了 你居然连一滴眼泪都不掉 你太过分了 你果然根本就不爱我 老太太大声抗议 可我知道你他妈压根就没死 这让我咋哭呀 是的 这是德克斯特给乡亲们整个活 他想看看 大家对自己的死会有什么反应 于是串通了家人 摆下了这个阵仗 看到人们的伤感 老头非常欣慰 只是对时不时偷笑的老伴 十分不满 既惊又喜的乡亲们也很开心 在众人的惊讶中 德克斯特拿着庄园最好的葡萄酒 和丰盛的大三来款待大家 一群狂欢到半夜倾兴进而去 这场葬礼因此成为了本镇的盛事 也正因如此 当这年10月23日 德克斯特真的去世时 所有的嘉宾都无人感到悲伤 整场葬礼 大家都紧张细细的 等待着老头从哪个角落 蹦出来吓他们一跳 遗憾的是 这一次德克斯特殉爵是真的死了 小镇的人们得知了殉爵的遗嘱 他将城堡留给了老伴 其他房产留给了家人 现今则一部分由家人君孙 另一部分分给一份名单上的人 名单上都是小镇中最贫穷的孩子 这位整活了一辈子的幸运勋爵 在人生的最后 终于做了一次靠谱的人 在德克斯特勋爵死后 他的城堡随着老化绝对废弃 成为了镇上孩子玩耍的地方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 已经不记得德克斯特勋爵的故事 但德克斯特之家 却成为了本地最有名的建筑 纽伯里波特的人们 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位小镇名人 他无知又淳朴 乐观却暴躁 狂妄又善良 最终 小镇的乡亲们在副告中写道 他的智力并非最终毛的品质 乐观和善良才是 这句豪坏皆有的评价 就是家乡人民 对这位幸运老头的 最善意的总结